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亚太助亲康达说布林肯上去大陆明确跟北京表态要求北京不要在520前后挑衅 过了就可以吗 前后不可以 另外美国明确说要仔细留意北京的行动 所以美国说你不能挑衅 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仔细的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目前看起来 其实目前看起来好像双方都还好 台湾美国大陆目前看起来都还好了 我觉得美国有点得了便宜卖乖了 就是明明大陆现在也没有怎样 每天就讲说你小心一点 I'm watching you 看着你等等一大堆 劳工如果真的跟你动作 你美国又能怎样呢 又能怎样 所以就很无聊 这种东西就是 当他其实没有什么动作 你就每天讲说你不可以有动作 我认为赖清德也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言行 以目前情况看 反正就大家自知一点 把这段时间过了 过了再说 大陆的海景倒是过来 只是要到金门去 说离大小金门 离小金门只有3.8海里 非常近 离小金门 这个非常接近 那我们有这个红线 蓝线 那这个一个是什么禁制区 禁制水域 限制水域 限制水域是蓝线 禁制水域是红线 那老共就在插边 也在这红线的插边上给你走 那看你怎样 你也不能怎样 另外萧美琴录影 争取在华府 我们台湾提供国防供应链 那萧美琴这个口气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有硬体 很会制造 我们有软体 我们有AI 我们几乎可以可靠的制造 所有东西 听起来台湾真的了不起 到底台湾该不该参加 变成美国的国防供应链 到底供应什么 这当然引起讨论 另外美国国会又提一个 新的挺台湾的法案 叫做台湾安全法 特别强调是军工 另外国民党委员是担心 赖斯保委员说你只是纯粹代工 会不会变成军火库 因为去年就传出来 美国要在台湾设武器储备库 说万一到时候打起来 反而来不及了 其他国家来不及伸援 所以现在就要放武器放在这里 那现在会变成军火供应链 到底会怎样 另外美国海军部长说 印太有必要扩充SM3的拦截导弹 说这次在以色列表现太好了 伊朗的飞弹都给它拦截下来了 RIM-161标准三型 简称SM3 它说蛮厉害的 是可以拦截短程 以及中程的弹道飞弹 所以以色列拦截 伊朗拦截得非常好 另外美国官员 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跟国防情报局长说 最近情况很怪 俄罗斯跟中国跟中共 在台海演习 所以我们要阴影 这不得了了 他们两个怎么在那边演习 我就觉得很好笑 你美国跟日本 不是常常在这边演习吗 美国菲律宾也这边演习 美国跟什么澳洲 加拿大 法国 都在这边演习 英国 他看你们这边演习 他两个演习 你说不行了 他们怎么可以演习 我们策略要改变 那怎么改变 你不是已经在那边演习了吗 有时候你逼着他也要演习 从某个角度看 你这样搞 你是他 他怎么办 你把他逼成他之后 美国 俄罗斯 俄罗斯 北韩 伊朗 他非要结合在一起不可 因为你每天围他围他 你这样单独打他们 他们当然要合在一起 美国民众有八成一不选 八成不信任习近平 八成一对中国只有负面的看法 老陈 怎么看 先讲萧美琴 我觉得萧美琴从出生到现在 他的每一块皮 每一块肉 都在中美斗争中的这一边 这一点都不值得压抑 我觉得蓝军还攻击他 说台湾会变成火药库 成为火药库还是小事 萧美琴从来没有想到 两岸之间的关系是有它的特性 从来没有考虑到说 真的要一路站这边站到底吗 难道不需要去考虑到 一点点的回旋的弹性的空间 这才是重点 不过你的开场白 你刚才重点在布林肯讲的 520前后 你说前后以后就没有了吗 我的重点不在前后 我的重点在520这三个字 你晓得520这一天对北京来讲是心酸的日子 你晓得有事情自可忍 熟不可忍 520是堂堂台湾老百姓依法选总统 然后堂堂就职 然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老公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就是这点我干不了 我已经跟美国第一次还提醒 你不要遵守一种原则 他说有啊 有啊 一种原则 但是呢 其实关键在台湾关系法 老公如果有get 老公如果有本事 就要讲你要废掉 当年我很小 我很弱的时候 你硬是欺压我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现在已经惊息何必 你应该把台湾关系法废掉 他连讲都不敢讲 所以这次老公非常屈辱 非常委屈 又讲不出口的日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老美呢 老美这些都是演戏 老美派了洛杉伯来台北 那我想520这个赖总统 赖准总统的演讲稿 有关两岸的部分 大概已经过目了 大概也修改了 我想恐怕也完全订稿了 由他们的口气讲 他们非常放心 就是最后的稿看了 所以说真不太记 你老美看得没事的稿子 老共可以装作也没有事吗 所以老共一定要演 520那一天前也好后也好 尤其是当天非演不可 他不演的话 就是你们老公也安排了这一场 我都吞下去了 就算我真的吞下去了 不得已要吞 也不能给全国全世界的人知道说 我吞了 所以非演不可 那要怎样 他不吞要怎样 你等着看 这个用挑衅 老美用挑衅那两个字 就言过其词 一点都不是挑衅 就是一样的戏码 多加一点 减少一点 非演不可 老美也非演不可 我跟你讲 最真正处置泰然 这个逢遍不惊的 就是台湾人 如果这样的戏码 每四年非演一次不可的话 我不反对 我希望他继续的演 每四年演一次 五十年可以 一百年更好 乃军 我们看美国 他现在在这两个 俄乌战争的部分 还有以哈战争的部分 他现在完全无力控制 这两边的情势方向的发展 然后他唯一就是 不停的秀肌肉 展现他对中国强硬的态度 因为他知道这样子的态度跟立场 在国会吃得开 在美国的民众也买单 所以他的话就越说越大声 但是就实际上来讲 他真正的对于台海之间 一旦发生任何的状况的话 美国真的有能力 来控制住这方面发生的风险吗 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但是他在实际上的部署 他不但在菲律宾 放了中程导弹 未来他有可能在日本 也要放中程导弹 在印太这方 特别是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 南海的这个部分 形成一个围毒网之后 要再进一步的 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兵工厂 但是他要把台湾 打造成兵工厂的 这样子的意图跟举措 其实是对于台湾来讲 风险性很大的 你越是这样做 你就是越是在刺激 中国大陆要来去提早的 去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他不容外力干涉 他不能够容忍说 当美国把台湾这个地方 养大了之后 那就会加深他处理这方面 问题的困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到大陆 在应对美国的态度 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清醒 所以从习近平 在建布林肯的时候 他一再的强调就是说 美国不要说一套 做一套 但事实上就是对于美方 过去所保证的 所以我们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我们不支持台独 但你美国的做法 在中国的眼里看起来 他就是实质的在鼓励 甚至于帮助台湾 去脱离跟中国大陆 两个这样子的政体 他不要保持那么黏的关系 一个不保持 和中国大陆绵密的关系 比较适合美国在两岸之中 作为大国博弈之间的棋牌 一个筹码 反而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现在的形势 就变得很清楚 大陆他就算在520前后 他不对台湾采取什么 大规模的军演 可是他实际上在惊吓水域 透过他的海警的巡查 就把我们的禁限制水域 给抹掉了 这个对于我们在那个区域里面 所采取的可以执行有效的 所谓我们的这种的管辖权的 这个行使伤害是很大的 好不好我比较好 对那个政府之间 反正你们也来眼去的 我比较重视民间的态度 有八成美国人不信任习近平 八成一对中国此负面看法 这比例非常高的 而且非常不好的 也就是说民众 美国人已经觉得 大陆经济崛起 武力也崛起 大陆民众已经觉得 中国对美国产生威胁了 另外再加上通货膨胀的问题 加上失业率不高了美国 但是很多工资并不高了 他们也怪 就怪中国的 政客很巧妙的 把民怨倒向中国 就是美国他需要创造个敌人 中国现在就被他那敌人 我常常讲 你看好莱坞电影就看得出来 以前当时古巴士敌人的话 007的电影 都是古巴 当苏联是敌人的时候 你就看北约 这个华沙 就是被他打来打去 然后后来变北韩的坏蛋 现在就变中国 好莱坞的电影的坏蛋的角色 或是他们美国人 要对抗的角色 一再转变 所以人民跟人民之间 如果形成敌对的状况 其实我认为是比较严重的 来 朱惠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一直说 我们不希望台湾成为美中博弈之间的棋盘 但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美中之间有角力 有竞争 有互相呛吓 互相骂 但人家还是会互访 人家还是会谈 你看习近平还是可以到美国去拜访 拜登还是可以去好奇一下习近平的那台车 布林肯最近也到北京去拜访 反而民进党跟两岸之间这么近 永远就在那边互呛 然后永远在那边期待说 美国的关系 美国要不要声援我们 永远期待美中最好关系不好 然后美国就会来声援我们 这是不对的 两岸关系要靠自己 不管美中关系怎么样 两岸关系应该我们要自己去处理的 八成美国民众不相信习近平 我们也不相信习近平 可是两岸关系跟你相不相信习近平 有时候没有绝对的关系 是你必须要去跟他谈 我们相信拜登吗 我们也没有多相信拜登 对于民进党来说 四年前他们相信川普高过于拜登 他们觉得说拜登一上来一定会轻忠 中国大陆对于拜登也具予厚望 结果拜登上台以后 他具予美国的利益 他还是选择抗中 也就是说外交关系或两岸关系 你本来就不是像私人有疑 我要相信你才接触 你可以不相信 但你需要接触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跟利益着想 你对他是正面 你对他是负面 这都不重要 可是现在我们因为先塑造一个说 他一定会打我们 他一定会欺负我们 不能跟他做任何接触 所有的东西都先下了一个封锁线 所有东西就先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 到最后你完全不接触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只能永远是站在美国的后面 然后听美国的摆布 休息一下再回来 台湾人不准担任大陆的党政军职 原来就有这个规点 现在扩大 扩大包括什么 我现在都没有听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还有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老公在海外 就像我们有很多教中文的机构 他们教中文等等 老公也很有意思 以前批斗孔子 批孔洋情 觉得孔子简直是 保守 顽固 腐败的代表 现在又要办孔子学院 也不行 你去任职 假如说你到孔子学院 教中文 也不行 这都是共产党的组织 说增加了上百组织 很多时候台湾人可能也搞不懂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名字你根本听不出来 这是什么 所以海基会就说 我们会多说明 以免民众处罚 民众很可能就处罚了 以为这是什么荣誉职 也没有什么 搞不好有些无几职 担任什么干部 顾问 说不行 另外 美国布林肯声明 说鼓励WHO恢复邀请台湾 所以台湾应该要参加WHA 我看江启臣要带个团去 什么四岛团 然后邱准部长 卫副部长 也要带个团去 大家都要场外角力 我们到底恢复得了 观察员是否恢复不了 美国讲得很好 那就美国帮我们恢复 美国讲了半天 吴钊燮就说今年还是有困难 每年都有困难 什么时候没有困难 明年就没有困难了吗 再强调一次 大家只看到美国 美国联合日本 南韩 法国 英国 德国 澳洲 加拿大 反对老共 反对老共声音很大 你不要忘掉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 193个美国能够影响多少 美国能影响几个 表决他也赢不了 他怎么帮着你进去 所以只是口水多过茶 让你觉得不错不错 美国这次讲话比较大声 然后我们比较多友邦 这是发言支持我们 甚至不是我们的友邦 我们日本 德国 英国 也帮我们讲话很好很好 还是进不去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进不去有什么了不起 那另外一回事情 你又想进去 你又不是说不想进 5月底就要登场了 美国还发表一个挺台湾的声明 台湾 as an observer at the 77 World Health Assembly 77届的WHA大会 台湾应该这样观察员 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加入 因为世界卫生大会 这本来就是每年一次 但是我还是抱着 比较负面的悲观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主政之下就是 两岸没有办法往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疫情期间 都没有办法去参加了 现在有办法吗 也一样 赵先生刚刚讲的很好 其实我们过去到现在 都一直认为 如果说各个国家愿意支持台湾 支持中华民国的话 那不要口惠而已 真的实际给我们一点 真实的帮助 上一段节目有提到是说 美国这边也不希望说 亚洲两岸地区有人当troublemaker 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希望有make trouble 不希望有trouble发生 那到底是520前后 还是11月之前 什么意思 美国总统大选11月5号 也因此11月5号之前 因美国 我们现在是设身处地讲 以美国现在执政党的想法 他如果说现任的拜登总统 跟现在的川普总统 看起来川普的民调 目前是高一点 如果说拜登很想要再继续连任的话 他在选前能够做到什么事情 有助于他连任成功 我自己推估 国际社会上如果有办法选前 乌俄战争能够停战 或是以巴战争能够停战 还是两岸关系能够和缓 我想这可能会决定 因为现在伯仲之间的一个民调 对于这样来讲 就是现在即便是美国人 刚刚也有这个民调讲 美中的竞争其实已经是不可逆了 而也不会改变说 现在美国人民抗中的一个趋势 但是斗而不破 这是现在的一个原则跟策略 拉回来对于我们中华民国来说 两岸能不能在这中间当中 有橄榄枝的一个户地 其实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在上礼拜 民进党在出发之前 就持续的抹红说 栏尾有要带团过去前往 即便回来了 真的有一点点的一个成果的时候 在这个礼拜 我们在内政委员会讨论 所谓的两岸的观光发展的开放 我们还看到很多的 民进党的委员 我就不讲是谁了 比较年轻的民进党委员 到了那内政委员会去 质询官员 手里拿的就是一个 感觉是他们中央厨房的稿子 然后就一直逼着陆委会 逼着相关的官员就讲说 你看那个栏尾去那边 是不是他们就是有什么 卖台的意图 你看栏尾去那边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做出承诺 是不是违反我们两岸关系条例 那个陆委会的副主委 一个脸红的 到最后就不好意思讲 要附和也不是 不附和也不是 所以说干脆 我询问他的时候 他就一模微笑来代表一切 那代表什么 就是民进党还是在 在做两手手法 两手策略 如果说真的要讲卖台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在选举期间 还想要跟习近平吃虾人饭 这有没有卖台 所以不要什么事情 都在两岸关系之间 玩两手策略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民进党普遍认为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 到目前为止还有这样的策略 我自己推估 就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都还是想要讨好的是 那四成的选民 而并不是想要开放的是 全体的国民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看到全体的国民 而还是绑在这政治意识形态 以为说之后的选举 都还是只要撒卡都 只要三党竞争 那国民党或是民众党 这边的持续没有办法整合的话 民进党就可以依照四成的民众 就有办法获利的话 那当然两岸关系 当然我们的这个 正常的国际关系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换位置换脑袋 现在考验520即将到来 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他的就职演说 能不能真的大开大力 大破大核 有橄榄枝 并且能够带领中华民国 走向正确出来的关系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范伟 这个外交权 其实本来就是一致 那非常遗憾 就是说我们台湾 在这个党派性的情况下 就是国民党部分的委员 那甚至之前要去之前 看起来好像党主席 也不一定知道 我记得当时是不是江启臣委 还是也都是完全不了解 那显然连一个政党 我们都不确定 傅昆琦作为总招带团去 是不是能够代表国民党 更何况就是能不能代表 全国人民 我想就是为什么 在立院会有这个质疑 因为这其实是给对岸 中共一个分化的地方 因为需要以这个组合屋来立 花莲现在需要的是组合屋吗 那就我们看到的募款 那其实也没有这样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疑虑是说 这个过程看起来并不公开透明 然后是谁授权的 我想我们的过去的 就是现在的那个蔡英文总统 跟未来的准重赖清德 对两岸的就是 所有的涉及的和谈 都有就是说所有的谈话 都有谈到说 他愿意有一个对等尊严 没有前提的一个对话 那是友善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阻力 是在对方不是在这 那回来讲刚刚讲到就是 萧美景参与就是 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论坛的时候 其实谈到的都只是 我们台湾在防御的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能够跟美国合作 增强更有任性的一个防御力 那我想其实我们坐在这边就是 希望能够有和平 不要有战争 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只是在方法上有不同的做法 那包含我在内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这个和平希望是 不是投降能够确保我们的主权 跟民主的和平的话 那任何的谈判 背后一定要有坚实的防御力 那现在很多在防御力 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谈到的一个方式说 你不是等到对方来进攻 你在防御 而是要有嚇阻力 那怎么样的一个国防军事的合作 是有嚇阻力 萧美情势在这个前提下 那当美国的国防部宣 发布他们的国防工业战略的时候 里面有强调说 跟盟友的一个合作的重要性 包含供应安全安排的协议 那萧美情在这个前提下谈到说 其实台湾在晶片工具机 生产材料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 结合美国在AI各方面 其实是可以在地生产 让我们有更有任性的一个防御力 譬如说无人机等等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在现在 如果就是对岸 中国跟俄罗斯合作的情况下 其实情势事实上是 需要更多的合作 萧美情势在这个前提下 为台湾能够建立一个 更有任性的一个防御力 而且是能够吓阻对方的 我觉得是在这个情况下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其实台湾一直都很辛苦 在美中的这样地缘政治的架构之下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 我们既要跟美国喊话 不要永远 这个诱惑台湾 但又不敢做出承诺 中国对我们的文攻伍赫 大家也能够理解是必然 可是这时候就知道说 民主自由的可贵 这边有执政党 这边有在野党 油门跟刹车之间 本来就在美中这边做平衡 可是要呼吁执政党 不要玩过头 比如说这一次 既然看到了在野党 真的去 你把它抹红抹不成 你开始我认为 他这次很策略性的 开始提了一个 刚刚邵方哥都说到 台湾人根本搞不清楚 我可能去中国加入哪个社团 就可能触犯了你 未来哪一条底线 这个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要不要定这些新的规矩之前 先回过头来看看台湾人民 真正需要你好好定出来的 规范定义是什么 我们真的是嗷嗷待哺 等好久的两岸的观光旅游 赶快开通吧 现在的花莲 你每天开直播 很开开心心的 跟你年轻的发言人 开个直播 卖个产品你认为可以振兴花莲 那个叫做见数不见零 真正的问题是台湾急需要 好好的观光旅游业的进驻 而这个部分 对不起 全世界有14亿人的 最大的观光出口国 就是对岸的中国大陆 请问你做了什么 第二个 上个礼拜在台北市议会质询 台湾人现在一年被诈骗700亿 700亿 而我们的台北市警察局长 直接跟我说 没错 海基海协会 对我们过去09年就签了相关的打炸协议 刑事警察局去年还发了新闻稿 跟两岸学术单位做对接交流 但抱歉 就连我们的包裹诈骗 就连你我们每天收到的简讯诈骗 IP追踪 连台北市跟上海双城论台 我们每年举办 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扎扎实实的 协助民众取得IP 做本追远的把诈骗问题解决 这才是两岸应该要共同解决 这也是台湾人民在意的事情 不是你执政党为了要呼掩 呼隆在野党 然后想要把这边贴抹红的标签 随便定义一个新规矩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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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